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浩晨 大家好 我是浩晨 大家好 我是邱晨 大家好 我是邱晨 大家好 我是邱晨晨 每次还在你走一段回家的路 要乘上班车去街上在新浪工作的小伙伴们 然后把他们送回家 然后可能在路上大家一起聊聊天 唱唱歌 我写了2022祝你梦池四海 我写的是 忙碌的一年辛苦了 祝新的一年你平安喜乐 祝你身体健康 一切是以身体为主 我写了祝远在四海的你 2022不再漂泊 一切顺利 我写了一个新的 当场CEO 开始帮忙碌 我们坐哪儿呢 那我这玩意儿去 外面留给你们看 嗨 他自己不留一会儿 诶 诶 诶 人家会防我们吗 我想下班回家的 今天他们应该见到你们都会很开心 他们平时也是坐这个车回去的吗 对啊 这就是我们的单车 我过一年还准备 要么去新疆 然后要么去吉林 咋啥 滑雪 什么时候能见到大家 到了 他们就在右边 这个楼楼上 欢迎 欢迎 热烈 欢迎 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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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 欢迎欢迎 这是送你的礼物 欢迎欢迎 谢谢 谢谢 哇 好 新年快乐 我们每个座位都放得有礼物 还有礼物 你脸太小了吧 你是谁 这是兽 这就是大火箭上留宽人 天哪 早知道就急了 走 有 你好 你好 座位上给大家放的有礼物 然后有一些礼物里边有我们写的贺卡 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 谢谢 谢谢 很不幸的告诉大家 第一现在你们回不了家了 因为要陪我们录下这个节目 我们的车灰一直往南方开 对我们的目标是大兴机场 哈哈 我老师看上去不要轻易 哈哈哈 没事 我们不回了 不回了 然后 这个游户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海液 对 然后有橙子 然后有我们电影准备的一些周边 辣椒 通名辣椒 通名的联名的辣椒酱 什么这个 还有竹蜻蜓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手写的贺卡 但是贺卡是隐藏的 所以说不知道谁的里面有 这是你写的吗 这不是我写 这是谁写的 我们就是新浪的新任CEO 对小师辰 白总对不起 对是我写的 哎呀哥 哎呀哥一下就中奖了 这个是 我看看是不是我写 我写的都签名了 咱俩白记掌了 记完掌以后 是我但我这张忘签名了 那一会儿哥给我补一下吧 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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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一个电视剧我开端 对我还真有在看 我在追 对于当上CEO这个助语 有什么想说的吗 谢谢浩然 我希望你能说中 但是我不想当CEO 我觉得就只要把CEO的钱给我就可以了 我不想当CEO 哎我有一次去新浪嫂子的时候 就让我一定要发的微博后面要写上 升职加薪 对对对对 加了吗后来 没有 没有 就海边吧 我当时 我当时发那个微博里面就说 一定要给莱总说要升职加薪 你们后来没加薪 没有 没有 你们要补上吗 你要跟我们上 要帮我们呼应一下吧 你们要不要考虑挑个操 呼应一下 就是 你们你们有下一个心仪的公司吗 我们就直接把车开过去了 刘浩然工作室 刘浩然工作室 我有工作室吗 你也想跟莱总抢人 工作室原地成立 我们就直接在你们原来工作室下面 我再给大家租一层 作为我的工作室 哇哦 是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 你这样 还可以吗 当然是我们都自己一起去 然后我们浩存要不要也跟旁边的 介绍一下旁边的同事 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同事 请问您是 你好 我叫鲁王强 鲁小猴 王强 对 王强 看你特殊的名字 对 家是两宁大脸的 大脸人 我也是东北人 我是吉林偷画的 天哪 东北回市烧烤 过年有什么打算吗 哎 怎么反问过来了 想问他点什么 哥脸红了 怎么回事 没有 不可能 太热了 车里面太热了 那你会做饭吗 我会 不生气呢 咱俩这 是 有点有点聊过了 待会儿说 哈哈 哎 我们今天这个很巧啊 你看他里面穿的好像跟我们宣传的衣服一样 平时你们都几点下班 一人发博时间决定下班 一人发博什么 一人发博什么 发博时间 少发微博 知道吗 那我就每天就发天气预报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录音了录音了 录音了 录音了 记下来了 想有自己有新的定位吗 我有发微博先知情 每天出一首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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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没过两天 然后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 就发迹线已经到这里了 要不这样 我每天出一首歌 你每天发个天气预报也可以 其实 那我们今天这车里 是所有的咱们这边的同事吗 不会吧 咱们有好多同事 是不是 然后那个送到各个 比如大家认为离得近的地铁站 是吧 对 没问题 咋啦 一个小小的 一会儿 一会儿加上 管发他有局 他那他 他有那发卷他有局 晚上 我们也难得有那个 艺人朋友来陪大家一起下班嘛 所以等一下也会有 给大家实现心愿呀 小福利的环节 大家可以内心先想一下 我也是韩大人 然后在哪里 因为我姐姐她们是医护工作者 然后就是想问你能不能跟她们视频连线 然后就是 OK 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能给她们一些古增图 宝贝 你在家吗 谢谢 生日 生日 谁想去先买个蛋糕快点 谢谢谢谢 哈喽 等一下 等一下 今天我俩坐公交车就刚好遇到了 对 就特别巧 就很巧 你现在是在家是不是还在隔离是不是 对 你要隔离多久 应该还有七天 还有七天 你们辛苦了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我有我有我有 嗯 你说 我可以听到 我是在安语人民医院工作 我是医护工作者 嗯 然后也给我的医护工作者说 嗯 医护工作者 辛苦了 安逸 一定安然 大概就算了 你们辛苦了 安阳一定安然无恙 我觉得安阳会好的 我这几年每年的春节祝福都是一样的 我每年都希望疫情可以快点消失 有关疫情的防疫工作呀 然后包括所有的宣传工作 其实我真的觉得河南 河南所有的不管是医务工作者 还是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 还是说医院的医生护士 包括所有的河南人民 我觉得大家都是做的是最棒的 我希望疫情赶紧结束 万一再有这种精彩 我们都可以 我们可以带着骨灯了 我们都可以看你的脸了 对就可以 就安阳宣传你的新年了 马上新年就到了嘛 我这新年新气象 我明年一定会很好 你们辛苦了 一定每次 我我抢一句话 嗯 我已经想给我整害羞了 我们今天陪 我们今天陪他过生日 对 我们帮你们把生日这个事情 帮你们补上 拜拜 新年快乐 拜拜 新年快乐 补团区电源看四海 生完你 拜拜 拜拜 会好的 我能想到的就是 希望可以跟浩勤有章 自拍 可以了 哈哈哈 我感到说 我也是想要想要 后面也有想要的同学 我们一个 我们蹭一个 我们蹭一个 先到先得 先到先得 先到什么 什么你说什么 我没变轻 什么呀 他叫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 不知道什么 就先过来了 这不愧是 三二一 我想问一下乔山老师 有什么小问题 你说 就是年关将近 然后对我们这些大龄的男女 你多大啊 你大龄 我们不大龄了 我们不大龄 29 我说29还算大龄 你让不让我们活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一个个稚嫩的脸庞 犹如祖国未来的华祖 然后回家都可能会面临一个随婚的问题 想说这种有没有什么应对的好方法 这种应对就是不见面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都没有料理啊 为啥 少聊 哈哈 不见面就不聊了 但其实啊 我觉得大家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哈 怎么看待 其实大家要是聊这个事呢 都是出于一种关心 是吧 是 没有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以诸位的样貌 我今天看得起来都不会正愿的 是吧 大三这么说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是家里安排乡亲 但你自己特别不想去 你要怎么礼貌的拒绝爸爸妈妈 乡亲何必拒绝 哈哈哈哈 对 是吧 你万一碰到一个好的呢 对不对 心仪的震 不要拒绝 是吧 都是机会 对吧 多多多参加局 哈哈哈哈哈哈 对吧 还没问一下你叫什么名 我是那个微光明星的七七 就是就是负责运营各位 艺人的 哦 艺人老师的 我会喜欢你的歌 小柔或者你想唱什么歌 对 想唱什么歌 我唱一下我们的主题曲吧 爱人喜欢的区别 还没发呢 我也没听过呢 哦 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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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呀 不就是喜欢吗 因为不轻易的喜欢 所以就 出了一点点 爱呀 不就是爱了吗 反正也爱不了几天 反正爱不了几万天 是爱 爱 是爱 可能那也不一定是爱 是爱 是爱 可能那也不一定是爱 你看 爱呀 不就是爱了 是爱 是爱 这首歌不太适合东美人唱 东美人 哎呀 我们一唱 哎哎哎哎哎哎哎 又快 哈哈哈哈 我是负责电视剧的小伙伴 哦电视副的 我明天有个电视剧的小伙伴 啊叫什么叫什么 叫什么 行行行行 还有一个愿望 我有个愿望 能不能录一个小声音 跟我说生日开了 我留下生日的时候发出 哈哈哈哈 太不愿意了 人家过程 人家是今天正的 人家留着呢 对咱留着 我马上就过了 白羊座 来你说你让谁说来 啊 白羊座 四个一起吗 白羊座一起 真的吗 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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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吗 来吧 没事那我们就要看 三二一 祝两女琪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可以了吗 谢谢四位老师 谢谢四位老师 四位老师 有任何电视剧的 微博上线还是问题 找我好 我明年还点去拉倒吧 不论一点 哈哈哈哈 就为了你这句话 我自己去看这个 哈哈哈哈 好 然后我们我们 因为刚刚都是员工 问我们的那个 艺人朋友这些问题嘛 那我们艺人朋友 有没有对大家特别好奇的 比如说刚刚 我们已经问了很多 这种问题了 那这些我们先开放给大家 随便回答 就员工有温必达 你们对自己的工资都满意吗 都满意 我们都把车门关了 说话 说话 哈哈哈哈 有点动作 你还怕热的啊 我看见 有没有年度什么最温暖呀 最破房呀 最破房的瞬间 最破房 也可以破房 也可以就是有点情绪化 特别伤心的时候 那个跨年那天晚上 我还在一个人加班 真惨 然后做那个做方案 因为我是做商业运营的 啊 商业运营 就老师们的钱都是 我会帮大家赚钱的那一张 反正那我们 快点到这儿来 我们可就总够加班 快点的时候还在给老师们做一段话 然后当时就一个人 又回头啊 回头回头啊 来 对 哈哈哈 儿凭现在就这样 哈哈哈哈 然后当时那天晚上就比较隐漠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自己也觉得挺不吉利的 嗯 然后现在想想 其实就是工作的当下吧 那个 环境下就比较 但是其实工作完了之后 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帮老师们赚到钱了 哈哈哈 我没拿着啊 哈哈哈 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啊 这个事儿确实有 啊 是不是大家自己一个人挺很困难的 你像一个人 工作 觉得那个 那一个瞬间很 感觉自己很空 也没有什么依靠啊 然后 你看同事们都走了 大家这么不团结 我们好多人 跨年好多人 加班到四点 但是确实 加班到几点啊 四点 我太辛苦 但是我觉得啊 谭仁先生说的特别好 每个人都有很沮丧的时候 但是 其实 过去了以后再想一想 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经历 对 这个是真的 然后尤其是工作完成了 我们能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 这个很重要 来给我们自己一点掌声吧 来 好 然后 老师们这个礼物袋子里 有一个竹心亭 我们现在就是治愈的瞬间 你可以一边拼着竹心亭 一边听大家讲故事 这个竹心亭 在电影里面是欢送送给阿药的一个 嗯 希望它自在如风的一个小的餐饮吧 算是吗 对 算是 然后他就带着这个 去完成他的那个要做的事情 感觉很浪漫 因为放了很多预告 然后戏里就是阿药一直骑摩托车 而是因为做很危险的一些表演 然后包括一些 一些很危险的动作 然后戏里欢送的就把这竹心亭送给阿药 在这儿 就是希望我希望阿药在摩托车没有办法飞起来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竹心亭带着他一起往前飞 对 哇 啊 然后我不知道老师们能不能看见这个竹心亭拼完是长这样的 咱们也别拼错 忘了 这些小向老师已经拼错了 小游也拼错了 拼错了 你说啥呢 拼错了 咱能干这事吗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我是马来西亚华裔嘛 然后其实情况最近也比较特殊 然后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家 然后跟家人见面了 所以有时候在互联网上 不小心刷到那个以前吃的东西 因为我们那里吃潮汕的东西也比较接近 肉骨茶 如果是刷到一些就马来西亚美食 就会突然想到家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所以会突然瞬间就会有那个情绪上来 可是一下子就还好 因为其实我们家华人过那个新年 过年其实跟这里的习俗很像 其实蛮一样 所以跟朋友在身边过年的时候 其实突然就觉得没有那么的陌生 那员工来到 那是她的家人 今天就让她回家了 小鱼妖 我们给人家家人来的 请看VCR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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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分享的歌 在路上听着 对 然后看小龙要不要带大家一起合唱一下 因为都是在耳术能详的歌 好 我们这里还有个音响 可以吧 这是我们演唱会版本的 这个音响我听不到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 你要去哪里啊里啊 你养的沉默着的 故事你真的在听啊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曾经好情万丈 归了热狂烘的心难 今天见我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同意的 发微博 其实都会有工作人员在服个沟通啊 但这次可能再见到之后 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那种很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 很近距离的聊天 感觉很真诚 然后刚才老师还祝我这些努力照顾好自己 然后觉得我是一个很心理人 今天来的这些所有的同事们啊也觉得特别可爱 很开心跟大家做了这一程 让大家开心开心 其实我也很开心 大家都是孤独的个体 可是当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时候 相伴而行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份力量是不会让我们觉得孤单的 我到家啦 感谢四海满车送我回家 大年初一大家记得一起去看电影哦 祝四海票房大麦 哈喽 我已经到家了 外面还在下雪 谢谢四海剧组送我回家 我现在到家啦 感谢四海剧组送我回家哟 希望今年大家都可以一起回家过年 我已经安全到家啦 谢谢四海剧组送我们回家 四海大麦 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温暖 最后祝愿四海票房大麦 加油